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一致性比较高的视频转视频的COVID UI工作流 能够保证我们的视频里面的角色和元素变动非常的小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站码和其在站码上的这个骑士保持的很好的一致性 那么这个工作流呢可以在短时间内生成一致性比较好 如果你想生成比较长的视频随着时间的拉长 那么角色的变动呢那么多少也会失去一定的一致性 那么这个工作流的操作步骤呢 是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checkpoints模型 在这个节点里面呢设置它的这个总批次也就是总帧数 在动态扩散上下文选项这里面呢设置一下这个上下文长度 长度呢为16帧 那么由这个总批次呢208帧去除以这个16帧得到你视频的秒数 然后在Laura加载器这里面我们选择Laura模型 那么这个工作流呢推荐使用的是这个Laura模型 这个Laura模型和这个工作流呢我会全部打包 然后放在我的碗盘里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下载一下 在下面呢就是选择VAE加载器选择一个VAE的模型 然后呢在加载路径视频这里面我们去输入我们需要上传的原视频的路径 将路径呢填写到这里面 在强制尺寸这里面你可以设置设置一下这个上传视频的宽度和高度 进行一个自定义的重新的定义 如果你这里面呢设置为默认的话 那么就是按照原视频的尺寸来进行一个推理 在后面呢它又用到这个Condonet的这个加载器 如果我们的原视频呢是一个动态的人物 那么你需要使用这个DW姿态预处理器呢 去提取我们人物的这个姿势来生成姿势的动画 所以说要使用到OpenPause这个模型 那么在上面呢可以设置Condonet的强度 开始处理时间和结束处理时间 如果你上传的视频呢没有人物 那么就不需要这个姿态预处理器了 那么你还可以使用Kane预处理器 Kane预处理器呢就是提取我们原视频的风景 或者是其他需要提取线稿的视频 如果你不需要DW的话 就是把这个DW呢这个预处理器呢 连接线给它去掉 然后呢你去将这个Kane预处理线 给它连接上就可以了 然后别忘记启用一下这个节点 将姿态预处理器呢可以给它忽略掉 那么这就是将原视频呢Kane模型的提取 然后得到右边的这个处理后的这个视频结果 那么处理视频的最终效果呢 要取决于我们的提示词 我们提示词呢需要给它设置帧数和提示词变化 在某一帧来进行 随着提示词的变化呢进行动画的变化 那么这里面呢当然要输入我们的主干提示词 要输入到下面 这个工作流呢它会处理两次结果 每次呢为你生成两个视频 那么前面的这个视频呢 它的一致性会比后面的这个视频 一致性要低一些 最后的这个视频呢一致性更高 因为它又使用了一个模型 使用了一个Connect Checkpoint模型 这个模型呢我也会上传到网盘里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这个下载下来 这个模型呢它同样也是放在我们的Connect 这个扩展插件这个模型文件夹里面就可以使用了 同样呢也可以为它设置强度 这个模型呢就是会让我们的视频处理的 一致性更高一些 所以要使用这个模型 那么前面的我们这个Laura模型呢 我们也可以为它更换Laura模型 它也是为了视频的一致性提高 所以说要使用这个Laura模型 那么如果你要是在C站呢 下载一个单独角色的一个一致性Laura模型的 你可以将这个Laura模型呢 给它换成单独角色的Laura模型 这样呢也能够保持很好的一致性 如果你没有使用其他一致性的Laura模型 那么你就使用这个Laura模型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呢这里面还有一个节点 没有启用 就是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呢是为动画模型加权重的节点 你可以调整这里面的参数 但是呢我测试了使用这个节点 当这个节点打开之后呢 就比如说这个视频 它的一致性会变差 会增加更多随机的动画 所以说想保持更好的一致性呢 就不要启用这个加权重的这个节点了 那么这左边呢是原片 那么右边呢是处理后的结构 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景呢 人物在短时间内变化还是非常的小 那么这个视频呢就是我采用的其他的Laura模型 没有采用没有采用这个Laura模型 生成的视频结果 这个模型呢我使用了是一个专门生成猫的Laura模型 那么它的一致性呢就没有之前的这个模型好 它这个使用Laura模型呢有时候它的一致性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工作流分享呢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需要这个工作流的话 可以去我的网盘里面去下载 并且帮我的视频呢点击关注加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